大家好 上一小节我们给大家演示了非对称加密算法的模拟器 我们用这个模拟器自己实现了一套RSA的非对称加密和解密的运算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就要来利用上一小节模拟器所提供的代码 来实现我们的加签运算 好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数字签名的流程 从http协议模块收到签名请求以后 我们会做如下步骤的处理 这一部分的其他流程已经看过了 我们稍微快一点 首先是把客户端送过来的请求取出数据的有效部分 然后做一个URL的Decode解码 解完码以后我们把这个请求数据做一个解包的动作 解包完成以后呢会把请求的数据放到我们的请求结构体里边 这个是异常处理 我们先跳过 解包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加签的动作 这个就是核心的代码部分 加签完成以后呢我们返回给客户端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看到这个加签函数还是写死的 这个地方直接就是一个四针NCOPY这样一个函数 填了一段固定的值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已经把加签运算的代码写进去了 首先我们在工程里边添加了两个原文件 第一个原文件呢是MD5.C 这个也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做MD5摘要算法的原文件 另外一个是RSA运算用的RSA.C 这个原文件就是上一小节中 我们用来做RSA算法模拟器的原文件 那么这里边它包含了一些加密解密的函数 这两个文件添加到我们工程里边以后呢 就可以使用 就可以使用其中的函数 首先我们会对送进来的代加签的数据做一个摘要 这个函数是摘要函数 做一个摘要我们来看一下 进来以后会根据它传进来的算法 我们做相应的摘要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MD5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MD5的摘要 如果它传是CR1呢 我们做个CR1的摘要 当然这个地方CR1的算法我没有填 做MD5的摘要呢 我把摘要的结果放在这个参数里边 进行传出来 传出来以后 我们第二步就是对这个摘要信息 做一个加密 用我们自己的私要证书 用我们自己的私要做一个加密 这段加密出来的数据 就是数字签名信息 我这个函数就是做加密的 加密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我这个地方传来这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RSA算法用的N值 第二个参数呢是RSA算法用的E值 这个就是上一小节我们做RSA算法 演示的时候产生的 产生的私要 那我只不过是把这个地方写死了 这个地方定义 这个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私要 那在真正的实际中 这个值是从我们的私要证书中去读取的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就认为它是使用私要进行加密 加密完成以后呢 加密的结果会放到这样一个变量里边 把它传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W这个变量 它是一个数组 一个长整形的数组 那么其实它的内部原理是对每一个字符进行加密 每一个字符产生最后加密的结果呢 是一个朗朗性的 也就是64位的整形 好我们放到这个数字里边 放到数字里边 然后往下走 这个地方的话就进行一个转换 因为这个整数的话不转换它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把它转换成16进制 然后呢看起来更像一个签名信息 这里循环 把每一个整数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放到这个里边作为一个字符串 签名的结果 作为签名结果的字符串输出 便于传输 签名完成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签名结果 放到我们响应结构体的 对应的字段当中 好这个就是执行签名的函数 那我们还是从客户端来看一下签名 它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所用的测试页面 我还是粘贴进一段 带签名信息 好签名已经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返回的结果 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真实的RSA算法 所产生的签名结果 我们先把它保存这个地方 那么在验签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一段作为签名结果 再加上原文传到服务器端进行验签 验签的呢 验签功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进行讲解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签名功能 我们换一个 我们来换一个签名原文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对签名原文做一个更改 做一个很小的更改 说7我改成8 那么这个签名出来的信息 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这个是签名结果 我们和刚刚的签名结果进行一个比较 基本上就变了 完全变了 好 这个就是签名功能的实现